派出所门一开就拔腿狂奔 遭女友林千佑发文指控 动手施暴还偷包身影的 46岁赖姓富商男友 带着满脸伤疤 17号下午终于到案说明 一路狂奔要找接应车 林千佑的富商男友上车秒关门 在车上忍了8秒后 疑似真的太委屈 一度开车门 手指着脸上的伤疤 欲言又止想回应 但最终开始深吸一口气 关上车门离去 淡出演艺圈多年 曾因为和艺人纳斗友断情 而轰动演艺圈的林千佑 日前在IG控诉 遭台积电供应商富商男友 痛扁到送医 更公开手臂大欲轻 只夹缝全血肌罩 吓坏一票网友 因为林千佑以前很多男朋友 反正就是都靠男生的啦 你要打人家 男生不抓你的手嘛 赖先生真的要攻击他的话 不仅指控富商男友暴力相向 还痛骂对方人品有问题 竟私闯他租屋处 偷走14个爱马仕包包 害他损失超过600万 报警提告呛下男友 我们法院见 知情人士透露 赖心富商16号晚间 已经到医院验伤 赖心富商也私下透露 拿走的东西 都是自己花费购入的 也抱怨林千佑曾打爆自己的 百万保姆车荧幕 管维修费就高达30万元 PO伤疤照上IG现实动态含冤 问自己做错什么 家偶变怨偶 互PO教控伤害 三年的感情 不是走进结婚殿堂 而是各自前往法院 对不公堂 就黄民局理财商场报道